欢迎收看大夫十集 今天我白萝卜搭配猪肉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将白萝卜搭蛋片 碗中放点食盐抓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猪肉切成小块 放入绞肉器中 搅拌入绞肉 切点葱花 放点生虫、料酒、胡椒粉、黄豆酱、电放 用筷子搅拌均匀 萝卜里加入清水清洗一遍 洗净后放上馅料加起来 打一个鸡蛋 然后放上粘锅大火蒸20分钟 小碗里放点生虫、蚝油、白糖、淀粉、清水搅匀 起锅烧油 放蒜末炒香 下入调好的料汁 小火熬至汤汁浓稠 熬好后关火待用 蒸好的萝卜肉馅取出来 蒸好的萝卜肉馅取出来 放上熬好的汤汁 蒸上葱花和小米辣 一道美味的萝卜夹肉蒸蛋就做好了 吃起来肉香爽口 咸香有味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转发评论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